自己煮泡麵 还有热乎乎的火锅 旁边一整排的食材 想吃什么自己拿 我们是从斗六特地跑来这边吃这个 楼光益庄这边 因为这边比较多新的店 这间韩国年糕火锅吃到饱餐厅 每到用餐时间几乎都得排队 可别看它小小一间店 一个月光一平的租金 就要八千多 是台中租金单价最贵的店面 租金的部分的话 目前以我们的营业额的部分 还是可以应付的 同一条街 旁边这三间店面正在装修 占地七百坪 一整排要整并 因为这里被烧烤界一哥乌马租下 要开旗舰店 一个月租金上看一百四十万 是台中的新店王 很开心 因为要这样子要吃就很方便了 这地点 就在一中商圈的玉彩北路上 旁边除了有医疗商圈 百货商圈 还有学校商圈 这条路把三大商圈 通通串联在一起 二十岁以下 到十五岁这之间的 甚至十五岁以下的一些 年轻族群 或是学生 基本上来这门校园 这几年有一直越来越多情况 靠着各种不同商圈 多元化吸收不同课程 让一中商圈 在逢甲衰退的当下 也能有成长 乌马也进军这里 下个月开幕的旗舰店 更是台中的新店王 散新闻 陈炳豪方品门台中 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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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